因為我覺得氣氛不對 我就進去跟他們講說走了 然後吳宗憲就突然莫名其妙衝過來 把我抓住店門口 麵店偶大學生吳宗憲說願意道歉 這個23歲大學生就是這樣 新年流流都要去醫院 水準還放了四針 他之後去警署報案 告吳宗憲等人傷人同恐嚇 事源台灣忠藝天皇吳宗憲 昨天早上五點多和摩鎮東 蕭亞軒、楊錦華等一行八人 去台北市一間麵店吃東西 誰知隔離桌子一對情侶炒大鑊 吳宗憲就做和事佬 將對情侶叫出店外 之後男生覺得事情令人不好意思 就幫吳宗憲買單 但就在這個時候 姓陳的學生走進來吹個朋友走 吳宗憲聽到把機火把他拉出店外 鬥頭就打 男學生的朋友馬上前幫拖 而吳宗憲那邊也有幫手 雙方被拉開 最後店方決定報警 吳宗憲事後解釋 以為對方可能是狗制隊 緊張過度所以草木皆兵 還說願意道歉 希望可以和對方和解